对于硬核宝马本来说 世界上最好没有X1这个车 因为我们一提到宝马就想到的种种美好特质 这台车上基本都没有 当然了我们一提到宝马想到的种种不美好的特质 这台车上也没有 不过相对于加成并且前驱乐的二代X1 初代X1还算是老德国正蓝白奇的典范 它不仅继承了190老三系的全部优点 连漏机油空间小这样的缺点也一个没感 但到了第二代X1这里 上面的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因为前驱它没有办法继承三系的优点 又因为加成它改掉了三系的全部缺点 诶这不正宗了没那味了 所以销量也就好了 那既然如此啊 咱不如离经叛道的彻底一点 挣钱嘛生意不含义 我们索性在在前驱三缸加成的二代X1身上 再加一个电池和电机 X1的新能源才是我们这集入坑指南的真正主角 最近半年来啊 因为上了天的油价的原因 二手新能源市场近乎于癫狂 只要是不少汽油 啥车都有人要 但和这样的火爆场景不一样 插混车 尤其是纯电续航教组的德系短腿插混车 那是长度可谓清凉事情 宝马X1的LE 很不幸就这样被清凉下去了 但实际上这台车的潜力远没有账面数据那么难看 宝马本以为汽车的能耗问题是能靠1.5T三缸发动机解决的 但显然它无犯了 如果宝马再不赶紧研发一个能上绿牌子 且在沈阳生产 且比i3 i8更正经一点的东西出来 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2017年的车弹动机家 优秀并完蛋了 X1混动的内燃机都是1.5T的三缸发动机配6AT变速箱 初期版本的X1LE只有一个10度左右的动力电池 续航也只有60公里左右 里程升级之后的版本 纯电续航变成了110公里 而这看上去不太给力的纯电里程 让它们在市场上失了宠 如果不是图个新能源牌照 并且必须买台宝马车 普通用户还真没理由去买这么一台车 油价不高是如此 油价升天的时候更是如此 因为电驱动用的越多 我们就越省钱对吧 所以这个车尴尬 超级尴尬 只是这样的评价在我们深度试驾之后 可能也许 maybe站不住脚了 宝马X1混动的实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强一些 而我们对它的DS呢 更多是从长续航纯电车的角度来看 属于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家的短处 如果我们去拿纯电的短处和插混的长处比比看 那尴尬的岂不是纯电车了 对于X1混动来讲 它最大的优点是让车主维持了 油车时代的使用习惯 但使用成本比纯油车低很多很多 X1混动的eDrive按键之下 蕴藏着三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第一种是尽量多用电的MAX模式 电用光了就老老实实烧起油 顶多在起步的时候 电机帮忙推一下 第二种呢就是自动模式 这个很好理解 按照工程师制定的模式来走 第三种就是尽量节约电量的SIP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只是起步的时候会用到电 正常行驶都是用油 貌似是一个很蠢的模式 但是如果你出趟远门 充电很不方便 未来可能要跑大几百上千公里 那估计只有这十度电可以用了 对吧 那么在SIP模式下 就可以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起步加速都是靠电池 从而让我们能在较长时间 不能充电的时间段内 都能够享受到混动车的节能优势 可能会有机灵委会反问 为什么不让车子自己充呢 干嘛要safe呢 拜托 是发电站的发电机组效率高 还是1.5T发动机的热效率高 你要是用发电机给动力电池充过电 那油耗出去看到你脑壳疼 能让你后悔买下这台车 但凡热衷自己给电池充电的车 那全都是投机不成十一把米 充电不成烧十升油 而宝马差异混动 哪怕是亏电了 也不会自己充电 替我们省了不少钱 刚才提到的这车早期版本只有10度左右的电池 但纯电续航也就是50公里左右 折算下来百公里纯电能耗能有20度 有点不可思议了 其实我们实测下来的电耗不会那么高 因为动力电池截流了部分电量 不会把全部的电池电量都用来驱动车子 测下来真实的纯电续航应该在14度每百公里 电池窗口留的那么保守 主要还是要给烧油供放 留点起步加速的电量 降低一下那个时候的油耗 而且这样的策略 对延长电池寿命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拍节目的这台车前车主留下的数据 是3.9升每百公里的油耗 和6.9度百公里的电耗 两个数据要加到一起看 差不多每公里就是四毛到五毛的样子 我们自己试驾下来 开了快200公里 只冲了一次电 能耗数据也是差不多的 另外一个要夸的就是差异混动的驾驶性 的确还是巴伐利亚州的水平 虽然平时开的挺温柔的 但是零百加速也有7.4秒 晚尊了有没有 而它在烧油和电动之间来回切换 也是十分无感 极度温柔的 这个三缸发动机 因为用的比较少 机脚的隔阵性能都处于极佳的水平 基本感觉不到震动 而且因为电池比较小 对车重影响不大 所以悬挂特性没有什么变化 开起来和燃油版的XEL差别不大 这也是必须点赞的优点 宝瓦车嘛 要是刹车起步过弯 还前要和和东倒西歪的 像什么话 目前XEL混动的行情 基本都在17万往上 18万5以下 基本上就是2017年的车员 只是里程有多有少而已 车龄没少一年 差不多就有1到1.5万的价格差 这个落差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后面的长续航版本的车员非常少 基本行不成行情价 参考意义不大 如果你要买他们的二手车 一要看车况 二要拼口才 无论怎么说 相对于XEL新动员动辄30多万多好多的新车价格 目前二手价格的确是比较低的 而大部分的纯电车的保值率 都明显好于X1新动员 甚至燃油版XEL的保值率 也要好过X1新动员 这个店 数值加了个寂寞